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事情 人之初性本善 你们都是善良的 我到这边 到双合医院来已经三个月了吧 三个月以上了 从来做双合医院的教绩 计程车常常都要问过一辆又一辆 很少一次就有人愿意载我们 上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反正上次我到第三辆还是第四辆 才叫到的时候 那个计程车司机很不爽 他说要是他很想下去 骂那个前面几辆车子 为什么不载我们 那我就跟他讲说 随缘了 他们如果不愿意载我们 我们做他的 他叫我们去叫保全 叫保全来帮我们叫车 他们就不敢去载 那我就说不用了 只要是我们也希望 做到一个善良的司机的车子 这样的话 那个磁场才会比较平和 我不愿意强人所难 然后心里不愿意载 然后又载我们 被人家强迫要载我们 这样的车子坐起来也不会很舒服 那我是第一次碰到您说 第一个叫您就愿意载我们 然后呢 你还说我80岁以上 省20块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这个车子没有刷卡吗 通常是刷卡才会 省20块 那你说是您个人的 我真的是非常的亚裔 其实很正常啊 社会还是有温暖的嘛 对不对 所以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啊 这样的话就 大家就比较和谐啊 不要觉得奇怪 正常 只是说不是没有办法形成一种习惯 这个就是要努力啊 大家要努力 你你有跟你计程车的朋友们提过 你这样做吗 没有 所以如果你没有提过 怎么会可能形成一个 一个一个共识呢 当然是 这个就是将心底心 因为现在是乱世 那那乱世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乱世 那我们既然接待知道乱世 我们就应该止乱 止乱就是要 和平 和谐 对什么事情啊 还是要 对像长辈来讲的话 他们是走到我们前面啊 我们是晚辈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啊 像能够在这个这个地方能够活到八十岁 不简单的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现在是乱世 因为 因为有一个长辈 讲的 我本来也不知道 这个乱世是从 我们中国的话 从实习太后之后 家庭出了问题 之后呢 二次大战 日本又打了八年 我们自己又要国公念战 到现在为止 还是乱世 乱世就是因为 本来是一个家族 再来一个家 现在是小康 家破了 变成小康 小康是个破碎的家 全世界都一样啊 小康人丁丹博啊 小康是个破碎的家人 他破碎的家 他的教育儿女 难道会正常吗 不正常的 所以会一直乱 那你从哪一些社会现象 觉得这个现在是一个乱世呢 离婚离 离婚离 对 离婚率现在是多少了 很高呢 很高呢 很高是多少你知道吗 我常常载到 啊 常常载到 常常载到 离婚的啊 离婚的啊 他上车会告诉你他离婚哦 我们没有啊 我们过来聊一聊啊 哦 离婚我早知道以前是 以前 大概三十年前吧 是六对一对 后来四对一对 后来三对一对 嗯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两对一对 好像已经快到两对一对了 对 离婚就是造成社会问题 家庭问题 嗯 除了离婚率以外 你还有感觉到什么 就让你觉得乱呢 就是哦 妈妈生下来没办法清手淡 对不对 对啊 是不是乱 阿嬷带 那凌岁到三岁 是在订 订这个小子的 德性的 结果呢 阿嬷带就变成 个性 订的是个性 跟德性 社会 他以后长大就是 呵呵呵呵 没大没小的啊 没大没小的啊 这就是乱世的起因啊 就是从家开始 家庭出了问题啊 我们要旧的话 就要从家开始旧 就是妈妈生下来 最好是能够 好好的带这个小孩子 整整 带到他三岁四岁 再跟这个小孩子讲说 我要去赚钱 哦 然后你就交给水贷 那他会理解啊 你如果零岁到三岁 他正需要你的是 你 你把他丢给阿嬷带 或丢给奶妈 或者说是外傭 那完蛋了 这个小子会看不起屋 这个小子会看不起屋 好了 就这样是吧 嗯 嗯 谢谢 够了嘛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